我那時候就設定自己 可能存到一定的數字 大概160萬 大概兩個飯院 兩個飯院存到160萬很快 另外一個員工會偷錢的 他爸爸媽媽也都是老師 因為他那個已經偷到是讓大家發現 可能連狗狗我們過年的時候 過年過期會放一個職業冠冠記錄 然後為什麼我腿不會坐在我店裡 然後我就放一個空的盆子 然後狗狗就會坐在那邊 然後真的路過的人會偷走 一塊十塊就跑 他就把那一罐念的東西拿光光 欸他連狗以前都要偷欸 這麼誇張 欸連狗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Ella 歡迎收看Ella大池杜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邀請到一位非常特別的來賓 他也算是一個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我之前呢 在八年前的時候 就是一直去四年夜市 光顧他的服飾店喔 他的名字叫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跟我的導演講說 我今天請到一個來賓 他的名字叫 蔡依林 他嚇一跳說 那怎麼可能請得到那個蔡依林 結果呢不是 是我一位好朋友 然後他名字也叫蔡依林 好那我們歡迎蔡依林 欸欸欸欸 好開心喔 對啊趕快參加那個 妳的大 旋轉跳躍我比這樣 喔我不會 哈哈 不要掉我的臉 妳有大我很多嗎 我七十八年是 就是大女就是妳的經驗啊 真的是感覺妳的社會經驗很豐富欸 因為原生家庭可能給我的條件沒有到太好 所以我蠻小就出社會 有工廠當工啊 然後什麼產品洗完 你想過可能做什麼 妳說多恐怖 就是很恐怖 就是很恐怖 就非常恐怖 是可以講出外的嗎 可以很多都可以講 可以還講兩個了 還有更恐怖的啊 那時候是我創業前 我必須要準備蠻大一筆神經 那時候就是也想了很久 本來從夜店吧台 然後到後來 就是你知道到那種深色場所 我一定難免就是會有一些可能經濟啊之類的 然後就是會管理入行 然後入行的部分 可能就是比較偏晚上工作 那晚上工作的話 可能就是以服務男生的客人為主的 那我短暫的接觸過一段時間 我有發現其實蠻好賺的 欸先把妳服有點後悔 哈哈哈哈 妳要記貨 然後妳又要自己在那邊跑東跑西 像我前幾天去找妳的時候 妳就在那邊很忙 那我想問妳前面的建議 有一些讓妳覺得 開眼界的我覺得有很恐怖的 就是妳可能在吃飯的場合 有遇過客人 他是可能真的很喜歡妳 然後他可能就是會拿空白紙票出來 給妳說 欸我簽好名了 妳現在跟我去開房間 我就把這兩張紙票給妳 妳要寫多少數字都可以 是這麼富有的 那妳寫多少 我沒有寫我沒拿 不怕我有命拿沒命花 所以妳一開始遇到那種客人的時候 妳當時是很緊張的嗎 就是有一點就是焦慮加害怕 因為那個場合 不可能只有一個女孩子 通常都是蠻多人 在很多人的狀況下 就是很緊張 就欸那我現在是要面對 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也有工作人員啊 我們俗稱的可能叫幹部啊 他也要幫忙 幫忙處理這樣的狀況 當下就會非常緊張說 喔我不怎麼做 我就會可能得罪這個 得罪的這個幹部啊 或者得罪的誰這樣 那妳是不是很接下來的兩三個月 都沒有什麼錢可以賺 然後幹部當下就是給我的回應是說 我覺得妳應該要拿 因為人家給妳那個條件是已經好到 是所有人都很羨慕的 妳怎麼不拿完 可能做完這一次 妳可能就能永遠離開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可怕 大部分那樣子的男客人 都是有假事的狀況 對 然後被告我妨礙一下 類似 因為我們古時候那是很久以前的 說那個婚姻的關係 對對對 還是違法的狀況 所以妳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都會說我不要 所以正常來說 做那個行業是不是就是 欸其實也不一定要跟客人幹嘛 真的幹嘛 因為只要靠妳的手腕 如何去撩她 如何去勾她 我就是非常會喝 蠻多客人會覺得 妳好會喝喔 天哪 排妳吃飯的可能幹部 或者是我不知道飯局姐姐 就會講說這個女生會喝 妳通常都可以找她 她也不會鬧米其他人 不會說什麼亂客人 她也不會有什麼奇怪的行為 她就是喝醉她就會說她回家 好像有一些女生 她好像是會一直滷對不對 會 通常這種男生是都很怕這種 超煩的女生 因為 因為 沒有那個是 那是古時候吧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古時候那是很久以前 我是有看過女孩子去貼那種 就是可能求心之類的 我們桌上服務的客人可能是 建商 可能是銀行的大佬 不是之類的 就是講名字大家都知道她是誰 所以就是他們也不可能會有什麼 要幹嘛妳什麼 她也不會去弄 因為她也怕妳講她 那妳當初在做這個的時候 妳有試著說什麼 大概做了多久的時間嗎 我那時候就 設定自己可能存到一定的數字 大概160萬 妳就是開店就是花了160萬 周轉幾 160 大概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存到160萬很快 可是我喝 我就是非常會喝 花了160萬去開這間店 那妳剛開的時候有遇到什麼瓶頸嗎 我瓶頸就是請到員工 就是員工要嘛偷東西 要嘛偷錢 然後要嘛偷廠商 然後要嘛洗客人 就是在我的人生中 我覺得什麼恐怖的事情都發生了 妳都遇過是不是 對 然後我覺得偷東西 反而是最小最小的事情 妳說偷東西是偷你們店裡面衣服 欸對 她就是可能下班她就會 我穿回家 我忘記我穿回家 我說妳是怎樣 失智是不是妳上班穿什麼 妳會不記得 下班說 Sorry 我穿回家了 Sorry 我說那妳也穿太多件回家了 妳要不要看一下妳家衣櫃 就稍微看一下有多少件穿回家 妳要不要還我一點 所以就是在妳們那邊上班 妳都會說要穿我們店裡面的衣服 就是人家性感的服裝 然後有時候 員工就直接理所當然的把它穿回家 對對對 欸這樣不會被罷了 一天偷一件欸 不只啊 她可以穿內搭 然後再穿帽提啊 她可以穿兩件 然後再穿外套三件啊 下面再換什麼新款產褲啊 四件啊 就是很恐怖 就是反正每一天 他們都會有新的故事 然後是到最恐怖 的一次是 到客人說 欸你們是開分店嗎 啊因為我看到有新的群組 啊全都是妳的衣服 啊是發生什麼事 客人結束給我做 我就說 Oh my god 妳說有可能是同行去妳那邊嗎 不是 她就是來我這裡做員工 但是她就是 可能做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哇姐姐好像賺蠻多 好像很輕鬆 輕鬆就可以了 然後她就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很好賺 哇姐姐好像 月收入蠻多位數或什麼之類 可是那個都是用很辛苦的時間啊 然後可能去交貨 調貨或是妳有 還有體力 就是體力啊 壓一定的貨錢啊 妳要拍照啊 然後光網 PO蝦皮什麼 好不容易累積到一定的客群 對 一定的數量之後 妳才有開始 可能做出一點點成績 然後她就覺得 哇妳好輕鬆喔 哇姐姐好好賺喔 她一天開店都可以賺 這樣這麼多這麼多 好舒服喔 那我幹嘛幫她賺錢 我就自己做一個網拍 我自己拍就好了啊 就是偷妳的素材 然後偷妳的模特兒拍的照片 然後又偷妳們店裡面說 進了什麼衣服 然後她都偷廠商 就說欸我也要跟你交貨這樣 欸對對對 那廠商會不會因為這樣說 欸妳那個員工怎麼有個來 喔她會說啊 我是那個茵茵姐員工 那我過來拿新品 我們要拿個衣服去拍 那廠商可能會不疑 她就覺得說 欸她有來換過瑕疵 那我就給她拿 如果她是幫自己交貨 對沒差啦 阿幫她自己交貨 她還有辦法交到大量嗎 大量是有錢都可以交啦 但是她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可能可以她很快速的 得到我所有的資源 喔可能譬如像我是當年 我可能八九年前 我就是一間一間去找 對 我一個一個廠商去問 廠商可能會因為 喔可能員工我換過想要吃這個東西 她就覺得 喔她好像是真的是菜裡的員工 或之類的 那我就讓她換 結果就發現欸她就開始 自己做這些東西 甚至可能她也不曉得 我群組有哪些是我真正的朋友 就是真的很熟的朋友 是會跟我有私交的 她就截圖跟我說 欸姐姐你是創新的群組 還是開分店 為什麼我被邀進一個群組 全是你的衣服 那是發生什麼事 所以她見到就是把你原本裡面 社群裡面的人 就把她拉過去了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她還講了一句很賤的話說 欸沒有啊 我自己也有在你店裡上班戶 我也實際跟那些客人接觸過啊 所以你不能否認我 也認識那些人啊 對 所以我也有接觸過他們啊 你不能說我喜歡客人啊 她敢幹這種事情 如何去跟你點薪水 因為她是在你還認識的期間 去做這件事情 她是認識的期間去收集這些資料 等收集完了之後 然後滅我的朋友說 我也累積了這麼多客人了 我也收集了姐姐這麼多客人了 我覺得我可以自己出來做王牌了 反正她的大概都寫差不多了 那你們覺得我要做嗎 她甚至好會誤母的朋友 那個女生我見過嗎 有啊 我看過喔 就個子很小就有吃一個花 怎麼會這樣子 對 然後她那時候一直跟我聊片 對 笑死好熱 我差一點要氣死 她是不是年紀很小 二七 二七 所以對我們兩個來講說 算是小 對我們兩個算小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出社會的話 是不小 而且她爸爸媽媽都是老師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不要在那邊說 家教勝過一切 不要講原生家庭的教育有多優質 多優質那個 她的下一下一拜就會不好 真的 就各方面都不錯 我們不是只有胸褲可以用嗎 對啊 你有的東西我也有 很會搖是不是 很會搖那是必須要的 那姐來 我們做一個動作 她仔細 沒有女心欸 沒關係我們就女女 女女這好噁喔 天啊 你試一下 因為就是他們會一直問你 我才會接 你怎麼回 他們才會說 蛤 然後我覺得 你當朋友就好了 他就說蛤 為什麼女生會講這種話 我說沒有啊 為什麼女生不能講這種話 男生也可以把女生當炮油 啊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女生就不能把男生當炮油 我就覺得也可以啊 那可能就是 啊另外一個員工會偷錢的 他爸爸媽媽也都是老師 他們一定是從小貝那種道德教育 然後發現說 我很想要叛逆 我很想要做一些壞事 幹一些大的 然後就是去弄邊 啊你偷到姐姐的錢 好帥啊 他怎麼偷喔 他有辦法碰到你的櫃子 一定員工都可以碰到櫃子 因為他每天都要收現金刷卡 那可能就是放在抽屜啊 或者是可能跟客人到門口去抽菸 然後在門口的地方收現金 他就覺得沒有監視器拍不清楚 可是其實還是有監視器 他走回櫃台的過程中 可能其他的攝像頭會對到他 對 那我們就有看到他 欸他就把那個收我錢 直接放進他自己的皮夾 就是這麼浮誇 所以就是 你說他就是故意 說欸我們去抽菸啦 走抽菸啦 你在門口付我錢 然後東西給他 欸剛剛那個 你剛剛挑那個洋裝五百九 你先給我 等一下我進去放櫃 他說喔好啊 他說可能就拿給他這樣 然後可能拿完給他 就可能放自己口袋 然後就沒有放進收益機了 因為他那個已經偷到是 讓大家發現 可能連狗狗 我們過年的時候 過年過期會放一個 自己的罐罐計算 然後因為我的狗都會坐在我店裡空 然後我就放一個空的盆子 對 然後狗狗就會坐在那盆子上 真的很多路過的人 會投可能五十塊十塊給他 然後可能還有 甚至比較富裕 可能會投一百啊兩百給他 欸他就把 那一罐裡面的東西 都拿光光 欸他連狗的錢都要偷欸 嘿 這麼誇張啊 欸連狗狗的錢都要偷 對 就是其實 實體店面就是一個缺點 有現金的 收支的 任何服務場所 我覺得都蠻好拖 對 那後來他做出這個行為 那你有叫他把錢全部還回來了 我實際上 沒有辦法精算出他拿多少 但是我可以 算出大概的是 喔可能他一個月 可能有拿到三五千塊這麼多 對 那開庭的時候轉民視協調 我就說沒關係 你就可以五千塊就好 我就當你年紀輕 我就也不想跟你計較 那他這個樣子 你告訴他的時候 他有說 那姐姐你表告我啊 他媽媽那時候 就是他那個老師的媽媽 有出來這樣說 你也看在他就是 幫你忙這麼多 然後在你很辛苦的時候 他都可以在你身邊 你可不可以就是 類似像 緩起訴這樣子 讓他給他一個 期限內不要再犯 讓他一個 重新來機會 我說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再犯 那緩起訴的期限 可能就會拉得比較長這樣 因為我覺得 偷切就是一個 方法 不是我們可以 很快改變他 就不可能收手啊 不會偷的就是 不會偷這樣 對 他媽也沒有想說要賠償你的意思吧 欸 他媽不是讓老師的嗎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國小老師 然後可能安清班主 安清班老師 所以開庭的時候我也蠻累的 因為他也講了很多荒唐話 然後他也才偷 偷你沒有多少錢 幹嘛這樣跟他計較 這不是偷不偷多少錢的問題耶 這很誇張 有偷這個動作就不行 對 他媽不是讓老師的嗎 那後來呢 你覺得在你店裡面發生 最嚴重的是什麼行為 最嚴重的行為 是我那時候一起開店的男朋友 他先開 我就問他就是可能賣一幅開店 可能我需要哪些東西 那他也很願意交我 因為我們在一起蠻多年 然後那時候的男朋友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可以做啊 然後我說好 我真的跟他學了 那我也做了 然後結果我開店的前三個月 他就是會不斷的跟我借錢 借貨 然後他說我給你錢嘛 我就說我真的身上也不太夠 你不要再給我拿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你剛開店第一個月 你店裡也沒移價也沒趕價 然後可能也沒罵到 我哥哥也有就是贊助你啊 然後可能也有給你上一個罵到 然後他就是有一天半夜來 我們吵架 他就進來我的店裡 把我店裡所有的人型罵到全部摔破 他就說什麼 你要不是因為我 你會想要入這一行 怎麼可能 然後就是開始會講一些說說 你就是靠別人啊 你又不是真的自己什麼 一步一腳音做出來什麼 他就開始講很多很荒涵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說什麼 你現在生意好了不起啊 那你也不會想說要多照顧男朋友一點啊 那 他做成男朋友 好可憐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就是很慘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可以在一起那麼多年 然後明明也做一樣的工作 然後我們甚至是一樣的工作時間 然後我們甚至是一樣的點名 然後為什麼可以到最後是兩個人是 反面到就是可能甚至他會覺得說 你要不是因為靠我 你就沒有今天 然後都是因為我幫忙 然後你不懂得感恩 你今天就是 喔沒有賺錢你就是要養我 你有怎麼樣就是要給我什麼 在一起兩年吧 就是什麼都沒有養我 你跟他在一起兩年 兩年半 你跟他在一起兩年半 你跟我說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以在一起那麼多年的孩子 兩年半很多年嗎 兩年半蠻多年的 有嗎 就以我的年紀的話算蠻多年的 沒有 我沒有那麼多兩年半 我怕我人要挺緊的 哈哈哈哈 好厲害喔 欸那我五年多耶 那不就還好我沒有金可以提 哈哈哈哈 我沒有 影片就到這邊啦 想要聽到更多更進爆的故事 更大詞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然後呢如果你想要買辣妹的衣服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到四林夜市找蔡依林 在安平街22號 他應該是四林夜市的天后吧 就進去你看到貴賓狗就我 三隻貴賓狗 超可愛 那我們就回影片見囉 掰掰 我就是那時候就是覺得 哇我們工作時間一樣 然後我們做一樣的工作 哇就是覺得好棒喔 然後出國古貨可以一起搭飛機 然後什麼 一起去外國批貨喔 喔好完美喔 然後一起出去玩一起幹嘛 什麼都好棒 時間都綁在一起 就是天做之河 我們兩個就是一定會結婚了 然後好OK我都想好了 然後就是啊可能我做多久之後 我回笨啊 然後我們就要結婚生小孩 然後就發生 古剛講的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他甚至會覺得說 是因為我的情緒影響他 他才會失控來找我的model 我講的不好聽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你以前沒有在做衣服的時候 你還會買什麼東西買什麼東西給我 啊為什麼現在做衣服之後 你就什麼都不會買給我 他就是甚至開始會用 情緒勒索 對對情緒勒索 我說欸你以前不是做 我就講坦白啦 你還會養我啦 很難聽啦 可是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是覺得 欸他跟你同年 然後他就是也真的對我很好 那我就覺得說啊那就相知相期 那他狀況差 我們照顧他一點沒關係 然後就是欸怎麼照顧他很久 然後就是欸怎麼照顧他很久